小偷模擬器 一款讓你當小偷的遊戲 哈囉大家好 我是洪月 身為一個小偷呢 必須要隨時服從上級的命令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繼續來幫老闆幹活啦 總之我們今天的任務呢 是要去106 106的房間裡面幫他拍幾張照片是不是 OK 然後我們順便接一下情報 106情報呢 他前面有攝像頭 然後有百頁窗 BLABLABLA 住戶有武器耶 這個有點麻煩 他還有一個女傭耶 感覺就是非常有錢的人家 然後戰利品有三個 任務就是這個嘛 主線 欸 任務好像有一個可以接 我們來看一下 惡靈居 這一個 破壞窗屋是不是 OK 然後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要開始改變 只有一些玩法啦 我實在是做了太多就是吃力不桃的事情 因為我之前基本上都是房子內的東西會全偷啊 可是大部分的東西其實都沒什麼價值 就是我也不知道偷幹嘛的 偷的也賺不了多少錢 所以我們從今天開始啊 我覺得我們只偷高價值的產品 然後盡量就是以衝主線為主啊 因為我們主線撿到後面 越後面的房子能賺的錢會越多 我覺得我們如果要賺大錢的話 應該要先把主線推到後面去才對啊 然後我記得我好像之前吧 前陣子還有偷到一個無人機喔 就這一個是不是 他是更新型的無人機 我們還可以幫他升級一些有的沒的 無人機耶 這新的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升級一下 之後我就用這一台 OK吧 總之我們先升級好了 移動速度給他增加 電池給他增加 距離給他增加 我拿我這個 我現在這兩萬多塊了 我還要增加這個東西嗎 更難被發現 這應該不用 觀色像頭 我發現我能做的事情也好多 然後我現在才發現 其實我們的那個 產品有沒有 就是我們的工具 其實好像也可以升級 比如說基礎 翹手工具我們就可以升級 只是我不知道升級這個能幹嘛 這個會有差嗎 是指動的比較快是嗎 我現在錢剩兩萬了耶 各位 我在想我到底該不該 全部給他升級 欸同伴也可以升級耶 升級 哎呀這行動點好貴喔 各位我快沒錢了 哎呀 玩家的手是什麼意思啊 更換我手套的顏色 我現在好像在浪費錢喔各位 我是不是在浪費錢啊各位 不理解 拉翹棍 哦這個是換顏色我還知道他不是升級啊 那總之翹手工具我們就省了好不好 省到最滿 然後這個也是 這個都是我們吃飯工具 我現在剩他2900塊了 這代表什麼 我們之後真的必須要 呃要偷東西啊 就是要偷高價值的東西好不好 總之來吧 我們現在剩900塊來快餓死了 我們現在就來去106 快速幹活 106的話在前面而已 這邊我好像之前也沒這麼來過是不是 其實我真的沒啥印象 應該說我對107好像也沒印象就是 來啦 總之我們就一樣啦好不好 潛入一個房子 我們先放個這個攝像頭啊 知道他們全部的這個時間再說 就是行動時間 然後接著 哇這個女主人現在出門 我們拿一下這個 目前 對這個女主人直接走了 然後裡面目前 他們都不睡覺的 各位 藍色的 各位可以看右上角 藍色的是睡覺時間 後面會有一小段時間啦 就是可能四五點的時候吧 會有兩個人在睡覺 一個人不在 哇可是 他們 總體來說還是好麻煩 各位 欸然後我要怎麼換無人機啊 我目前這條無人機好像是 比較爛的 喔這樣子是不是 裝備 喔有了我們新的無人機 然後無人機進來就先 關閉一個啦好不好 關閉這個 然後 百頁窗 所有窗都有百頁窗 除了車庫 車庫可以進去是不是 喔我們要進去的話可以從這邊 然後下面這邊也有個通風口 欸我被看到了嗎 蛤 非法入侵 我是被你看到啊 幹嘛我只是在 在別人家門口玩無人機也不行啊 哈哈 搞什麼東西 好啦從事我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進去的 這邊感覺可以進去的各位 考驗我們的跑酷 啊不行 喔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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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進去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 後門的感覺 但我覺得不需要後門好不好 我們直接從這邊上來就好 欸這邊好像上不去了各位 欸 上來了上來了 喔我我 我不小心直接跳進來 等一下我剛剛差點又要來撿這個東西了啦 這個其實不需要撿的 但是 看到還是會想撿 總之我們以任務為優先啦好不好 這邊是可以進去的地方 目前的話已經有一個人在睡覺 裡面只有一個人 其實可以趁現在來拿一個 我也不知道 來拿一些有用的東西 總之這邊有個後門不重要 哇他值錢的東西都在下面 喔 感覺現在有點麻煩啊 我們可能要等待一下 等到應該是2點左右吧 2點會兩個人同時睡覺 我們在那種情況下比較 比較好偷東西 欸這邊是不是去地下室的啊 喔真的耶 那這個活報我們拿一下 OK 我們先進地下室 沒事沒事沒問題 我們先拍個照啊 這邊是我們的主線 然後好像還要拍兩個地方是不是 這裡和這裡 OK 這裡有個鐘 然後像這種看起來就沒什麼價的我就不拿 總之這個東西啦 做鼓打字機是 有用的 有價格的 然後這裡又有個筆記了耶 好這個就不看了啊 總之他就是要跟我們說開車要先打開大門 因為車子聲音很大 不重要 欸我們又升級了耶各位 升級了要做什麼 大致先點一下技能 我們現在 點數其實蠻多的 所以我來看一下我什麼可以點的 討價還價可以點的 我可以提高售價這個先點 然後這個就點不了了 OK剩下再說 然後我們技能點有4點耶各位 但我現在好像能解的不多啦 就沒有必要的感覺 之後再說 就是他如果任務需求我們再點就好了 總之目前快2點喔 總之2點之後他們應該就會都睡覺啦 都去睡覺 所以他們應該不會走來停車場睡覺吧 應該不會吧 哇哦 等一下 他們一起睡嗎各位 哇他們一起睡喔 這是女僕嗎 女僕和男主人偷情是不是 我是不知道啊 應該不是啊 不要亂講話好不好 不要亂講話 好啦總之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叫同伴 啊算了 先不要叫好了 我們時間有限啊 先摸進來 我們只有一個小時喔 要快 偷拍他們 就是 偷情的證據好不好 然後關起來 然後這個拿走 欸這個 拿不了啊各位 再來就是這個地方不知道是去哪 喔廁所要拍一張是不是 廁所再拍一張 OK 那我們這個就先抬出去吧 目前的話還有什麼都可以拿 臥室裡面還有一個 攝像頭 其實拿了之後我們就可以走了 拿了之後就差不多了 不管啦 總之我們先把這個電源抬出去好不好 抬出去好像先解這個鎖 OK OK然後目前4點 他們醒來了 但就一個醒來而已 他是晚上跑去廁所是不是 OK 總之我們可以趁這個時候啦好不好 打電話叫我們的同伴過來 然後呢就等他洗澡之後去睡覺 哇哦 他直接在這邊上廁所 然後你這樣走過來都沒事 你還害我差點被發現了 你告毛 來他去睡覺了好不好 我們就 改編任務 哦我可以讓他幫我搬4個東西了 好爽哦 來攜帶重物 這個就是我叫他來的最主要原因 有沒有像這個 你就幫我搬走 然後這裡還有一幅畫的 我們就慢慢來 時間還挺多的啊 雖然說大部分東西我都不是很想拿就是 但是畫還是有點價格的好不好 有沒有畫都是有價格的 我們這些畫就交給他拿 然後我們現在呢就 再進來這個房間 這東西忘記拿了 這個是不是 眼睛正那麼大幹嘛 我們要快我們要快 OK 打開了 噓 等一下這個可以搬嘛 獎牌不重要 我只要拿碗裡面的東西 OK我們可以走了 剩半小時我們時間有限啦 那個你再幫我搬一個好不好 然後剩下這個我就自己搬了 OK嗎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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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兩千六看一下賺多少錢 賣賣賣賣賣賣 賣賣 賣個幾千塊好多了 速戰速決啊 然後我們現在老大知道我們怎樣 學偷車是不是 偷車然後 買什麼 車鎖電鑽是什麼東西 好像是拿來解車鎖的是不是 OK啊 偷車學習好不好 其實我已經有學了不是嗎 沒關係我們再點一個 這樣可以吧 然後還有我們買 什麼車所的 等下我的錢購買嗎 看一下 汽車拆解工作箱這個嗎 車鎖電鑽五千塊 然後這個兩千五耶 我猜汽車拆解應該會需要買啊 我們也買一下 哎呀 什麼東西 所以他現在又要我去偷車是不是 又是106 106怎麼可憐啊 OK總之沒關係的 車要最後偷 所以那個 車庫門什麼的要先開就對了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睡到晚上 睡到他們都不在的時候再說 有兩個小時吧 小偷什麼的已經落伍啦 各位啊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當 拖車大盜 哎然後我上次進來是沒看到車的 這次有車了 那我們要等他去睡覺的時候再 打開這個是不是 啊 我是不是忘記那個 破壞他們的窗戶對不對 106忘記破壞窗戶 哎 哦我刮壞就可以了是不是 OK 等這麼久等5點他去睡覺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打開車庫開關 這個要一起合成啊 來來來我們打開 等一下 我車庫 車庫是不是不能新開啊 我剛以為他是說 車不能太早發動 不過沒關係他沒發現我就行好不好 總之現在呢 可以直接開好不好 我們只要 裝完之後 就可以直接走對不對 5 可以走了嗎 偷車 什麼意思 啊 這樣子 哦有了 我照著他那個火花是不是 我們走了我們走 我們開走開走 哎等下我要怎麼 切成第三人車啊 現在有點難切 算了 我們直接開出去就好了 OK 偷完車了 怎麼了怎麼了 變速箱 催化轉換器 這我要拆車啦好不好 那拆車的話應該就來這邊吧 這就是我們偷的車 我們要來拆車哦 哇拆車一代一有 這個有點麻煩 我印象中 因為他拆車就很無聊 就是把能拔的東西都拔一拔是不是 像這樣拆一下 我是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輸壓啦 反正他就是能拆的東西都拆一拆 慢慢拆一個一個拆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因為他就只能這樣慢慢拆 哎他好像更人性化了一點 一代的話是 比如說這個東西有沒有 你要拆這個 你要一個一個把螺絲拆完之後 再點這個 所以有時候要找很久 這一代可以直接拆 好爽 好像還蠻紓壓的 各位 你們會覺得拆東西很紓壓嗎 我覺得蠻紓壓的啦 二代紓壓多了 然後我們就是 東拆西拆有沒有 這個也拆掉 Yeah 拆拆拆 那我這樣是不是還拆完了 好像還有一個這個嘛 結束了 拆完了 那剩下這個是怎樣 這個已經變廢鐵了 我們應該可以不用理了吧 感覺沒零件了 總之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寄出去了吧 黑一彎看一下 哦 我能買東西很多耶 這個也可以賣 拆一台車其實比較好賺啊 像這個就785 785 2000 可以拆 偷車很快 只是拆車麻煩而已 蛤 然後又要我完成什麼5份的合約什麼東西 合約很賺錢 什麼合約很賺錢 合約要怎麼結 哦 這邊是不是合約 偷到5個大件物品 哦 這好麻煩哦 而且他等級超多耶 算了 總共我們全接了好不好 我們不一次接很多個是不是 一次只能接一個哦 那這個就比較無聊啊各位 算了 總之 我們就一個個接了好不好 110的東西 先接這個好了 110是我們之前去過的 應該很簡單才對 他想不到他主線就會放這個東西來拖時間 應該不會有人想要看我拖以前的東西啊 總共就這個啦好不好 這邊 110的主持手機 豬客 他等著就不在了 啊誰知道手機在哪啊 好像好像自己找耶 這種合約好像只能自己找是不是 總之他終於走了 那手機會在哪裡啊 沒有辦法 只能慢慢找了 反正他現在輪不在 我應該可以快速的找 看到長得像手機的我都給他拿走了好不好 找東西遊戲我就不喜歡 這個嗎 走到了 可以走了 這個太無趣了 領取 哇然後他該不會全部東西都要接 然後才能開等級二吧 好像不用 就接三個加250的就行了 OK 105玩具龍蝦 哦 玩具龍蝦他直接放在左上 好像是我接任務之後他會直接生成是不是 就是我記得原本 這種地方應該是 有沒有什麼玩具龍蝦的 總之下一個 104的這個遊戲主機 哇他直接丟在馬桶旁邊是怎樣 OK拿了就走了 OK 我們二級囉 升完二級 然後這個掙錢真的比較快嗎 我感覺還好 下一個是這個偷109的同質雕像 哦 看到黑炭了先摸摸一下 哦找到了在這裡 我還以為他是一個就是只有銅的 結果他穿著衣服 來啦最後一個 好啦總之不管啦這個也是輕而易舉啦 找東西遊戲 總之我現在又有新的任務可以接了 簡單迅速的事情 哦 有第二條街是不是 去204 然後把紙條留在2A 哎我 1號街都還沒探完 現在又去2號街 OK也行啦 總之我們就先接觸一下 那2號街有什麼 他知道我們204是不是 2號街有8棟房子 太多了 總之204我們就接接接接接 這個 有時候花錢買的情報 然後他情報越多 我現在就覺得越麻煩你知道嗎 超煩的 哎等下他總共 這是超大房子哦 他有4棟是不是 4個人的感覺 OK 總之我們到了再看看好了 啊對然後任務接一下 204有什麼東西可以接啊 好像沒有耶 完全沒有 蠻誇張的204什麼都沒有 OK 然後任務就是偷4個東西啊 可以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 我們要趕快就是 街主線到後面 因為這是第二街區 肯定是比較富有的啊 這是富人區 你們知道啊 哇然後這第二個街 好大哦 我這一代的第二條街 就是一條路而已 一兩條路啊 這邊是一個小社區的感覺 總之我們現在去的204 應該就是這個街最窮的 但也沒關係 現在下雨天其實不錯 下雨天的話 雨聲可以遮掩我們的腳步聲 哇然後各位 這個車庫 他怎麼那麼多空閒時間啊 那我們當然就是要找 可能12點吧 我覺得12點 12點再來 應該會最好 來 總之我們開場好不好 直接叫我們同伴過來 然後還有一個還沒走 應該就是 12點的時候走啊 哦然後這種地方 他其實不是住戶 他這個就是 單純 停車的地方而已 就車庫嘛 然後他在這裡 他翻垃圾哦 OK 總之我猜他應該是不會進去啦 好不好 應該過一段時間他就走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吧 等一下 我這個切窗戶不會有問題 其實可以直接從 通風口走進來啦 他車停在這裡 是耶這邊有通風口 其實可以直接從這邊繞進去 然後總之他走了好不好 他要走 他是開車走啊 沒有 哇他車庫門不關的耶 這不是叫我偷他車嗎 那我這樣進來有什麼意義啊 來啦 轉個保險箱 反正應該會有很很大一段時間沒有人進來的 我可以偷個爽啊 想不到204這麼簡單 OK 好康的 鈔票 這是什麼 不錯的固態硬盤 OK 然後這附近好像也是沒什麼東西啊 你可以幫我偷車嗎 還是不行啊 好像不行耶 那我帶他好像沒啥用啊各位 而且這種車庫 好麻煩喔 這種車庫還進不去耶 就是我一定要他人在的時候才比較好進去 我的天啊 好像也沒有 其實可以從後面溜進去啊 只是第三戶有這個百頁窗鎖起來 OK 那我們就先走其他幾戶好了 我們這邊是2A嘛 我們是要在這邊放紙條 幹嘛幹嘛 黑電子產品 好啦 這個再說啦 我們先把這邊能偷的偷會偷嘛對不對 這邊看起來東西很少 隨便偷應該是OK的 OK 總共第二戶也偷完了 接著第三戶 咻咻咻咻咻咻咻 然後這裡有個吉他 我們就給他拿一下 好像能拿都拿得差不多是不是 這裡有個收音機 有個錢 啊這邊東西真的還挺少的啊 目前我看 值錢的東西就只剩下台車了 咦 咦那我其實3A不用進去對不對 3A其實是沒有必要進去的 好像沒有值錢的東西 是嗎 為什麼我看這邊有那個 這是蛤 這是3A吧 各位 他這是不是寫錯了 任地堂 任天堂 這是3A 欸 我過不去啦 沒辦法 那總之 這台車我們還是可以偷啦好不好 這也是戰利品 欸 白獸 我觸犯警報啦 快點快點快點快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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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來了 我偷個車我就走好不好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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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在跟警車追足中 我絕對要跑掉好不好 我要走了 掰掰囉 YES 我這樣不能離開喔 等一下 我不能被抓到 我一定要看著車跑 不然會失敗 就車偷不了這樣子 OK 總之警察好像沒有絕過來 OK 總之沒事好不好 沒事了 我們這車應該是可以開走了 欸好扯喔他直接 我都開走了他還給我掉轉回來是怎樣 莫名其妙 總之車偷到了 那我們現在呢 嗯 我有發現這邊其實是可以賣東西的 我們就先開過來賣一下 這邊有個加油站有沒有 我們就直接進來 點檔一下東西 喔他是不同人欸 賣賣賣賣 先把一些不重要的東西賣掉 然後接著 我想要一口氣拿完再走欸 可是第三戶我現在進不去 白天之後百葉窗應該會打開啦 我們白天再去好了 唉唷 好像什麼事 然後再來看一下 這邊剛好有人來了 他好像是第一個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百葉窗開了沒 開了欸 欸 幹嘛 我在這邊繞一下不行喔 這遊戲有點問題阿 他是不是 太Lug了 我只不過是個小屁孩在 車庫後面走來走去而已 也不行阿 莫名喜妙的欸 好啦總之 這次人應該是都沒了啦好不好 我們趕快進去 今天這集都跟車有關欸 來啦這個拿走好不好 能拿都拿 來啦 地車這邊有個筆記欸 總之應該就是這個啦好不好 地什麼東西 總之我們拿完這個主機之後我們可以走了好不好 浪費我的時間 我們就把車開走吧 然後可以對的我們又要來痛苦的拆車了 天阿 在車在車 OK 拆東西很辛苦 但是我們賣零件就很賺阿 又賺了一筆阿 不過這個基本上好像就解完任務就不行了 剩下的零件好像要去賣車的地方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好像是汽修這邊吧 哈囉 哈囉 我來找你 汽車零件 汽車 喔我汽車零件已經沒東西賣了 阿我剛剛那樣子算 算都賣掉了是不是 OK那總之 來啦這個 車子剩空殼還是能賣一千多塊的 我們就都賣掉這兩台 因為這張車阿 不能開 好爽喔各位賺翻了 OK啦那總之我覺得我們今天的拖車大道就玩到這邊差不多啦好不好 下次的話就 他我們學習電子產品嘛 就是要我們開始來當黑客了好不好 那總之如果觀眾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那我怎麼建議的話也可以留言在下方告訴我 我們就下期間見囉 掰掰 up up up